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宋伟老师 今天是7月1号 我们一起来学习《易军》中的第53卦 剑卦 木山剑 驯上梗下 驯为木 梗为山 山上的木 渐渐的长大 形容呢 这个高大之木 由小到大 徐而不速 缓慢前进 那剑象征者渐进 犹如女子出长家 群里渐进才能获吉祥 并且渐进呢 也要遵循正道才会有利 剑卦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做事 做人应该要循序渐进 后者在物 学会提升自我 有些人呢 他的起点很低 但是起点力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遵循正道 能够积累福德 多做好事 可以能逐渐的提升自我 就终归还是可以达成理想的彼岸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意境知识 欢迎来关注我们的义托国学研究院 让我们一起弘扬国学文化 让国学文化走向世界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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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